股民朋友注意了 A股最全的十大行业 简化版投资策略已经出炉 请仔细核对你的自选股 否则风险很大 欢迎点赞收藏 第一个鸿蒙系统逢低建仓 国之重器鸿蒙元年 想象空间非常的巨大 第二个地产本高建仓 国家对房产的打压有目共睹 恒大的这颗巨雷随时也有可能会爆 不但国家规定的三条红线没有解决 恒大欠多少钱 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 巨额商业统统会票已经无法按时兑付了 第三个养猪行业风高建仓 猪肉价格下跌50% 我们先不说所谓的猪毛牧原的各种数据问题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已经被相关的约谈 现在想起来也是难 第四个物联网风低建仓 物联网从建设到商用 到最后一代商业模式的成立 会让各大互联网平台瑟瑟发抖 未来可期 第五个基础设施建设 风高建仓 路 桥修得再好再多 没有车在上面跑 带来的只是呆档和坏档 况且基础建设已经趋于饱和了 新能源汽车风低建仓 近期已经有一大波的炒作 不要急于建仓 但未来趋势是现好的 第七个资源类的板块 周期性板块 涨幅过高 及时止盈 跌幅过深 决望买进 通胀背景之下 未来一年资源类的板块个股 底部会逐渐逐渐的抬高 这也是周期类个股最简单的操作方法 第八个 碳中和 风低建仓 可以说碳中和是2030年前 持续炒作的主线 因为我国对世界的一个承诺 是2030年将实现碳大缝 第九个 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 和米国卡伯斯的其他板块 风低建仓 这个板块毫无疑问 具有很强的投资潜力 最关键的是散户朋友们 要撇开那些蹭概念 没有核心技术的标的 第十个 人口密集型的制造业 像纺织 电子 风低建仓 我国移情控制的很好 国外移情翻烂 特别是东南亚工厂 根本没法看工干活 国内的订单直接暴增 因为需求是一定的 这个现象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十大行业的投资策略都在这里了 反复看几遍 对你的操作一定大有好处 关注我 教你更多投资技巧